我们的健康员为何有功倍 这样子就是表示 为了我们的健康干杯 你懂卖淋吗 嘿 欢迎收听Trip Plus 一直飞旅游Podcast 我是Ossan 我是Trip Plus小编 Yeah 今天请来一个特别来宾来讲 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就是因为延续上一集 我们上一集不是聊到说 日本的跟台湾的饮酒文化吗 没错 这一集要来讲一个 就是也是很热爱喝酒 也很多规矩的韩国 所以小编特别请来了 一个自己的朋友 在韩国已经居住三年以上 算是有点在地了 韩国的新手韩国人妻 嗨 我是艾蜜莉冠 刚完婚不久的新手韩国人妻 那目前呢在韩国是YouTuber 主要分享韩国旅游啊 美食 影剧 台韩文化及日常生活 那很高兴认识大家 Yeah 酷欸 我这几年被我老婆洗脑 也是开始看一些韩众啊韩剧啊 其实也蛮好奇 就是有时候跟老婆说 诶 韩国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好奇那个生活的文化 连我6岁的儿子 每天都是在唱BTS的Butter 哇 整个就是被洗脑 你知道吗 很跟上潮流诶 BTS 一定要的 人气超高的团体 对啊 我们今天就靠Emily 给我们一些韩国生活 在地的生活经验分享啦 啊 还不敢说很融入啊 但是我会尽力的 OK 我们这次的主题 就是要延续上次的下集 继续喝 对 喝下去 哈哈哈 我刚刚已经开好酒了 哈哈哈 对 我们现在聊聊韩国 因为其实在韩剧或是韩众里面 都可以常常看到他们在喝酒的画面 真的耶 因为我其实看的韩剧其实不多了 但是真的很常看到那种喝酒的桥段 而且有些地方我觉得蛮特别 很像 我看起来啦 很像是路边 然后有那种透明塑胶 塑胶帆布 就这样搭起来 那个是制度变摊吗 嗯 布障马车 对 哦 对啊 那个就是因为在韩国呢 其实有很多灰席 就是聚餐的意思 不管是跟公司同事啊 或者是朋友之间 常常会有需要饮酒的 大大小小聚会 然后心情不好要喝 聚会要喝 公司聚会应酬也要喝 发生好事庆祝都要喝 对 所以呢 布障马车是还蛮常见的 所以它是有点像 台湾那种路边摊的感觉吗 还是说热炒店呢 嗯 路边摊也有 热炒店也有 他们有分就是喝酒的那一种 也有分只是吃宵夜的那一种 都有 哦 嗯 所以它就是卖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像街上其实有分耶 就是有那种一般的路边摊 就是吃宵夜的 比如说吃鱼板串啊 那种小吃类的 也有那种专门喝酒的 就是它会有下酒菜 你边喝酒会搭配一些下酒菜一起吃 这样的路边摊 那种布障马车呢 是比较大一点的 听起来就是韩国 不管发生什么任何事情 都是要喝嘛 对不对 嗯 哈哈哈 真的 我看这个就是 小别人很想去韩国 是不是 哦 你很爱喝是吗 但其实我个人是 没有那么爱喝酒啦 所以到现在参加过的酒局也非常有限 所以为了今天的主题呢 我还特地问了一下 我老公做了一下功课这样 酷耶 因为今天的主题 我又再度在上网爬文了 然后问一下自己韩国当地的朋友 虽然说在那个韩剧啊 我的韩中文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韩国它那个长幼尊卑是 划分的很明显 就是对方年纪比你大啊什么的 你就要好像要讲禁语 所以有听说初次见面 就是要问年纪是真的吗 因为在台湾不可能呢 咦 咦 哎啊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喝酒会跟新朋友一起喝嘛 所以喝酒要先呛年纪啊 是这样吗 其实是真的耶 因为他们韩文是分为伴语跟禁语 那问年纪呢 是为了接下来对话 避免会失礼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在意 掌幼尊卑 所以呢 我记得是几年前啦 就是在澳洲派对上 我第一次见到韩国人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问我 哎你是几年出生的 然后你几岁 然后就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问我年龄 所以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所以就也习惯了这样 是哦 哎这真的很好奇 因为有时候 像我会参加一些 Technical上面的一些聚会啊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朋友带朋友 就是一群新朋友聚会 所以一搭聚在一起的时候都要先说 哎啊你几岁 会哦 他们真的会先问 对因为他们讲话就是有分那个敬语伴语 所以必须要问清楚年龄 他们才知道要怎么跟对方讲话 对 所以就 酷哦 外国人一开始应该会蛮尴尬的 但是我在台湾 有可能人家直接变脸 有点女生 女生的年龄是秘密 对啊 就像我一直跟人家讲说 二三岁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OK OK 二三岁哦 妈妈 这位妈妈 啊 会成年我就生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哎那Emily 除了像 禁语啊 伴语啊 这些 好像有时候看韩剧啊 韩重会听到的东西玩 那喝酒呢 跟长辈喝酒会有规定吗 喝酒的部分 非常多规定 很吵的那种适应 明明就是你到喝酒 是一个欢乐的感觉 那么多规矩啊 就是很不能够喝的尽兴啊 对啊 在韩国呢 其实大多数的公司 都会有灰系 就是聚餐的习惯 他们边吃饭边喝酒 然后就一直喝到醉为止这样 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Emily老师 好 你请说 你请说 你刚刚讲 喝到醉 喝到醉是规定吗 应该不是规定吧 是要喝吧 其实这算是蛮常发生的 一定要喝到醉呢 其实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再加上因为韩国人 普遍都算是蛮喜欢喝酒的 所以有时候一些老板呢 他就会以灰系聚餐的名义 要大家来陪喝酒这样子 哎老师老师 我想再提问一个 怎么要加少人啊 好 你告诉你啊 灰系是什么 灰系 聚餐 就是他们公司会定期举办聚餐 比如说每一个月一次啊 然后或者是公司有很大的绩效 就是做得很成功的时候 他们也会办聚餐这样 哦 对啊 其实这就是应酬吗 嗯 有点类似 每次都喝到醉 我们尾牙也会喝到醉了 但是他们这样每次聚餐都喝到醉 也太太常喝醉了吧 太硬了啦 而且呢跟老板喝酒呢 规矩也非常多 所以呢公司聚餐是蛮累的 但唯一的好处就是 一般前辈跟上司是一定会结账 这样子 嗯 可是如果要这么累 然后又不能喝到你精心的 话这点钱其实我也是出得起 哈哈哈 跟小编你这样出去喝 一直被你喝我也不开心 哈哈哈 我想帮你出 靠腰 但如果是跟平辈喝酒的话 就没有太大拘束啦 就是你倒酒的话 单手倒也可以 就不用那么多规矩 但如果是公司聚会 或者是家庭聚餐 只要有长辈在的地方 就会有很多规矩 这样太累了 我不适合 不适合 而且昨晚你有听到他强调一件事吗 他说跟平辈喝酒 用单手倒就可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跟老板啊 还是那些 阿伯们喝酒 就要非常尊敬 敬礼 然后弯腰 双手举高高倒酒吗 要这么严重吗 就有很多 就是 对长辈来说 就要有很多规矩啦 所以 我也是觉得很烦 而且还规定 要喝醉 像我们这种 已经 10年了 哈哈哈 哇喝一天要躺好几天欸 哦 对啊 我现在真的 如果真的喝到过啊 就是有吐的那种 真的是要躺三天欸 这太硬了啦 没办法去韩国喝 太累了 啊对耶 因为像韩国人 他们很习惯 就是三滩 他们通常喝 就是吃完饭之后呢 会喝咖啡或者是喝酒 然后再去第三滩 就是去卡拉OK啊唱歌什么 然后一直到天亮这样 所以真的是体力要非常的强大 第一滩我们先吃 对 然后第二滩喝咖啡 喝咖啡喝酒这样子 嗯好突然哦喝咖啡 然后第三滩就会去KTV啊 或者是酒吧 就是继续喝酒喝到天亮这样 嗨这样 所以体力要很好 我觉得很厉害欸 因为我一开始来韩国 也是参加公司的聚餐 他们就是这样 就是走三滩 然后玩到凌晨五点 然后等车 等有车子的时候 就直接搭那个地铁回家这样 都没有睡觉 好酷哦 真的不适合我欸 体力还有蛮厉害的 我真的 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欸 我通常就吃饭的那一场 我就要逼大家喝酒 哈哈哈哈 对啊 一开始就开喝这样 欸所以Emily 所以如果说是像我们平辈 这样去喝酒就 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或者有规定吗 就没有是不是 啊其实还有一点 我刚刚忘了讲 就是呢 你千万不可以自己给自己倒酒 必须要由别人帮你倒酒 然后别人帮你倒完酒之后呢 你也要回敬他们 因为呢 如果你喝了自己给自己倒的酒 你会单身三年 然后坐在你对面的人也会碎三年 到底这是一个神秘的都市传说 还是说所有的韩国人都相信吗 几乎欸 我身边的韩国朋友都是这样相信的 不能这样子 而且我刚来的时候也不清楚 所以呢 有一次我就跟韩国女生朋友喝酒 他们就直接请我帮他们倒酒 因为怕会单身三年 就是怕自己睡三年 对啊 他们很怕会单身三年 感觉这个也蛮恐怖的 到这个是一个诅咒欸 真的是一个诅咒欸 而且我超级不适合去的欸 对啊 你就一直帮自己倒自己 就一直喝啊 你习惯自己倒酒这样子 因为爱喝啊不然勒 因为等别人很慢 的确是欸 对啊 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 我们小朋友喝酒会一直心里很不安 就怎么没有人来倒酒 怎么没有人倒酒 他一直敲桌子你知道吗 一直敲桌子 引起别人的注意 而且如果跟老板一起喝的话 你大概就一直倒酒 让他衰 哇 天哪 你是诅咒老板衰三年的意思吗 那你可能会在公司里面被黑掉这样 这也太严重了 我觉得这个要先记下来 嗯 要不然因为我那些韩国朋友 他们都还单身 可能会被恨 你朋友是女生吗 是是是女生 如果他已经单身的话 其实他会主动阻止你啦 因为怕自己会继续单身 所以不用担心 这种应该是这个习惯 或者是迷信 有时候每个国家好像都不太一样 像台湾的话不就是 不能送血啊送中啊这种 嗯没错 就每个国家都多少有这样的小迷信 所以也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如果是只有一个禁忌的话 那我应该 我有自信吗 哈哈哈哈 我在怀疑我自己 因为我很怕我自己整个喝开的话 我真的是哇哦 你喝开的时候才不管人家 我跟你喝了韩国人 要么就单身要么就碎死 哈哈哈哈 而且还会喝很醉 因为我超级爱帮人家倒酒 一直强迫式 哇 林满 哈哈哈 是 他就会说林满林满 然后就 哎表面张力还在那边喊你知道吗 大概就是这种 他是这种型的 哈哈 啊还有一点就是 你帮韩国人倒酒的时候啊 你要小心一件事哦 不然你朋友又要恨你 不会吧 可是凭背没有什么太多规矩吗 就是韩国人一定会等对方的酒杯喝干净之后呢 再喂对方倒酒 因为呢 在韩国只有惦记死人的时候呢 才会被喂空的时候添酒 所以人们就认为这样是不吉利的 嗯 话好重 对啊 这个话很严重 对啊 这话好重哦 哈哈哈 因为我们台湾真的太喜欢 你知道很热情 快要喝完我们一定帮你倒 真的哎 很不一样 我们其实是不太好意思 让你你知道 就是整个喝完才帮你倒 就是哎快没了 哎赶快帮你 哎真的 让你喝不够 这真的很不一样 超不一样的 不过呢 他们知道你是观光客 不是韩国人啦 所以就不会那么在意 通常啦 通常 所以我乱想的啦 我没有要攻击任何韩国人的意思 我想应该有一些阿伯 是蛮在意的 哈哈哈 我觉得老一辈子可能会比较care 我看小编去韩国喝酒 你可能会被揍 哈哈哈 就是面对长辈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 但是一般现在的年轻人都还好啦 就不会那么讲究这一点这样子 好累哦 而且我还有看过那个啊 韩剧 可是我是搞不懂 就是他们有时候喝酒的时候 要先转 你知道就是 本来好端端就做的聊天 喝酒的时候就要先转身才喝 这是干什么啊 对对对 那个是其中一个礼仪 就是 晚辈呢 在长辈面前喝酒的话呢 他会转身 遮住酒杯 然后一饮而尽 也必须比年长者晚喝 然后 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嗯 整支很多 对啊 我常常看他们弄 因为他们就那 因为韩仲夏他们很多那种实境节目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们还是会这样做欸 对 他们会 在台湾真的不能这样欸 你这台湾 你面对你长辈喝酒 你真的是 欸 你会被巴头跟人家 然后长辈会呛一句说 你看我没生 对对对对 真的 我一开始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才适应这一个部分 应该是也是很爱约那种 员工啊 或是下属啊 晚辈干杯之类的 哦也会 就有部分也是会这样子啦 也要给他活搭就对了 啊对 而且你跟上司或长辈干杯碰杯的时候啊 酒杯呢 还要比年长者的杯子再放低一点 就是不能比他们高 就也是表示尊敬啦 哎呦 如果那这样 如果我是那个老板或长辈 我一定要把那个酒杯放很低 有没有 那他们就趴下去 这个就是坏老板啊 哈哈哈 要练腰力这样 那真的很麻烦 哎 那么你有带那个 韩国在地的公司上班吗 哦我之前有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是首都圈的社交距离措施啊 调到第四级了 就是最高级 所以现在我都是在家工作 嗯 哦哦哦有看到 韩国疫情好像 也是有变严重一些叻 是啊 而且现在在家工作也比较好啦 就是可以避免出去被感染的风险 所以呢 这样也可以不用参加公司的应酬 所以我老公也非常开心 哈哈哈 我真的有听他讲 因为他老公的公司的那个聚会 算是非常密 又要陪老板喝酒 又要喝醉 然后又要规矩 那我觉得很难喜欢呢 对啊 一定要喝醉这个很难过呢 没错 除了一定要从头到尾都要讲禁语之外呢 还要帮上市主管倒酒 然后倒酒也有规定哦 就是要用右手拿酒瓶 然后左手轻拖着酒瓶或放在胸前 因为好像是因为古时候呢 担心韩服的袖子会沾到韭菜的原因 因为那个袖子 嘿 所以现在是假装有个袖子在就对了 对啊就是已经习惯了 所以就延伸到现在这样 人不能忘本好不好 哈哈哈哈 这句话是用在这的吗 这帮我乱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全家这么多 对啊 蛮多规矩的 但是台湾倒酒有一次 如果还清醒着 我怕大家也是就尽量会说 哈哈哈哈 还清醒了 还要维持清醒 要维持那些礼仪这样子吗 哎呦 是啊 台湾也是有一些这种 大家在意的这些规矩 只是听起来韩国是特别硬啊 在韩国的这种公司聚会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啊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接受长辈倒酒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双手接酒 就是一手捧着酒杯一手扶酒杯底这样子接酒 那如果是说一件 麻烦麻烦啊 麻烦麻烦 是我告诉你 我就会这样子 其实在台湾我们也会这样 就是人家帮你倒酒 因为长辈帮你倒酒 你就会很恭敬的去接酒嘛 对不对 但是喝到后面忙掉的时候 就手直接手伸出去 过来过来 哈哈哈 对啊 其实这个还蛮麻烦的 我个人是还好啦 因为我的公司是国外公司 所以规矩跟灌酒这些事情就比较少发生 但我老公就真的还蛮常遇到的 嗯他就不喜欢 他是不喜欢喝酒还是不喜欢这种菊 嗯他不喜欢喝酒 本来就不喜欢 然后虽然说 根据2019年的统计来看呢 韩国人是平均每三个人 就有两个人爱喝酒 但他就是那个不喜欢喝酒的韩国人 靠居然还有这种统计 可是重点是公司聚餐的时候 他也是要喝到醉就这样 嗯对 虽然说他很很痛恨喝酒啦 但他还是要被逼着喝 这就没办法 这就是韩国社会的现况 好沉重哦 也是压力蛮大的啊 其实你看还有这些戏剧 你也可以感受得出来 嗯 但是如果是跟朋友喝酒 就是很轻松愉快吧 没有什么规定 而且我看韩剧其实 还蛮多游戏的对不对 就喝酒啊什么炒热气氛 哦对 就是那些都是酒局里面 可以带动气氛的重要元素 虽然说跟朋友喝酒很有趣 但还是又有规定吗 就我刚刚讲的就是你跟朋友聚餐的话 他们就是会有三摊 然后我体力不太行就真的是会很累 我觉得真的好像跟我们上一集聊到日本是还蛮像的 对不对 有点类似 就是要续湯一直来一直来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好猛哦 他们怎么有办法可以嗨到天亮 可是隔天都还要上班吗 对啊 而且他们如果说第一摊就开始边吃饭边喝酒的话 哇那滴我的酒量我应该第一摊就倒了 我就觉得他们超厉害的 而且隔天还可以完美的继续上班这样子 好强哦 超强的 我觉得还好我在台湾耶 因为我跟朋友就我很常就是第一摊就直接约大家在前櫃 没有错 我们都是这样子啊 把全 韩国要分一二三 但没有我们就一摊 综合 诶这样蛮聪明的 就是直接在前櫃吃饱喝酒唱歌全部一次解决这样 但其实最近韩国呢也是有餐厅是用餐喝咖啡喝酒 都有的也是越来越多啦 所以可能大家也都越来越懒得一直移动了吧 对啊 诶跑来跑去很烦 你只是想说坐着喝就是一直喝就对不想移动吧 诶你很了解我诶 一定要的 台湾这样真的比较轻松也比较省钱诶 真的啊 诶省掉很多那种你知道交通的费用啊 跑来跑去浪费时间 就坐着好好的 对不对 一直喝 诶雅琪你喜欢喝韩国的啤酒吗 我很喜欢Hite 我喜欢的叫做Cas 应该也是大品牌啦 这两个都是韩国啤酒大品牌之一啦 说到这个顺便跟你们分享2020年酒类市场趋势报告 这个呢就是好专业啊你 我有做功课拜托 他显示呢韩国人越平均呢有9天会喝酒 其中啤酒比烧酒还要受欢迎 越平均9天哦 你一定超过啦 我大概30有28天 那你更猛耶 人生就是这样苦短 开始喜欢喝韩国啤酒是因为看那个来自欣欣的你 因为全智贤一直炸鸡配啤酒 对那个时候开始红的 哦 每次都很饿 对啊 其实他们韩国人呢就是有吃什么食物要搭配什么样的酒的习惯 像你说的那个炸鸡配啤酒 七美 然后还有煎饼搭玛丽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那种下酒菜啦 还有五花肉生鱼片啊 腊鱼汤等等 都是配烧酒这样 他们也很喜欢不同类型的酒混合在一起喝 你们知道哪一个是最常见的吗 我知道 你真的是 酒鬼咧 酒鬼就是你 我很有自信 黄金比利3比7 烧皮 哦 你连那个黄金比利都知道耶 3比7 没错 这个就是韩国人最爱的调酒 所以它是那个 我有看过那种韩剧上有那种很花式的 摇摇摇 然后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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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就是在澳洲的一个 Farewell Party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印象深刻 因为他们就一群韩国人嘛 他们就玩啤酒盖游戏 啤酒盖游戏呢 就是你扭转瓶盖下方的铝环 然后轮流弹 弹断铝环的人呢 就是左右两边的人都要罚酒 然后我玩到最后也都醉了 我还留着当时满脸通红酒醉的照片 我跟你说 有时候喝酒也是会带来好事 你看这不复成了一段佳话吗 你现在是要鼓励大家喝酒找老公这样吗 这游戏也蛮有趣的 如果要带动气氛的话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啊听起来蛮不错的 我觉得听起来很快就会睡了 因为明明是一个人谈断 其他两个人不明镜妙也要联 对啊联作法 两边的人要喝这样 这样比较嗨 我们小编我们今年尾牙就来挑战 你说尾牙吗 对啊 感觉不错啊 那你们要先准备好黑江谷 就是那个解酒汤 他们喝完酒隔天必喝的 是哦 他们喝很多解酒汤 他们任何东西都拿来喝解酒 都说是解酒汤 对啊 而且你是不是解酒液 就解酒相关的产品 你们也是很多 也有耶 也蛮多的 就是便利商店也会卖那种解酒液 然后也是有那种24小时营业的那种解酒汤店啊 豆芽菜汤饭啊等等的 Oh my god 就是很齐全啦 你不用担心就是酒醉了没有的解酒这样 真的是一套的就是一条龙都有的服务耶 没错 我知道的就是说我在韩众上面 因为他们有很多实境节目嘛 然后那天就看到一个好像女艺人吧 她在点餐 因为韩国就是外送文化很顺心 然后她在点餐的时候 她点的内容然后全部在场的时候 来宾就说 啊昨天有喝 哈哈哈 看料理就知道是什么 这专业 好酷哦 我们最后请那个Emily教我们一下那个 喝酒一些韩文好了好不好 喝酒的韩文吗 干杯怎么讲 干杯的韩文哦 嗯 他们通常会讲We are you 就是为了什么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的空间儿We are you 公杯 这样子就是表示为了我们的健康干杯 你懂得喝吗 哈哈哈 就是他们We are you 是一个进 就是干杯的一个起手式这样子 而且有 而且有的地区呢 他们还会有就是那种吹酒歌 那是不是有什么肩膀舞是不是 对对对 他们真的很会弄这些耶 就是我觉得那真的是为了要喝醉 就是一定要弄这些节目来玩耶 就是我当时呢 参加那个康金钦池庆典的时候 等一下那是什么 一个festival 就是一个庆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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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参加一个庆典 然后他们当地民众呢 就是会唱吹酒歌 他就唱 nych道 征苦 尿 这个 这个节奏怎么这么熟悉啊 还有还有 它是 quindi 這樣子 吹酒歌的舞這樣子 超可愛的 摧是那個睏醋的 對 催醋的 吹酒歌這樣 其實每個地方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但就差不多這個旋律這樣 好酷喔 欸 你這個在地 records 我在屋裡面啊 哎呀 拜託 我待了三年耶 因為聽應該能聊好多 我覺得 就是不要找韓國老人喝就對了 找瓶貝喝應該會很嗨啦 其實 對 這是一個重點 跟老人喝應該會被揍 就要顧慮很多規矩 沒錯 喝槍了 還要被他討厭 好讚喔 今天聊好多 我覺得最後吹酒歌就是一個高潮啊 沒錯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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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瑋芽也可以玩這一首歌啊 就是喝酒之前也唱一段這個 好 決定了 就是今天瑋芽又要彈那個鋁環對不對 然後還要唱這個吹酒歌 哈哈哈 還要玩上次那個菊花 哦 哦 玩不到那個就掛了 我跟你講 好棒喔 我覺得就是因為現在 台灣這幾年其實K-pop真的非常流行 嗯 所以可以下次再聊 甚至再找Almore多聊一下韓國歌 好啊 嗯 我覺得應該蠻有趣 對啊 讚讚耶 就是謝謝Trip Plus的邀請 然後希望疫情結束之後呢 可以跟你們在韓國見面 然後跳那個吹酒的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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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太起來了 糟糕 太起來了 沒錯 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如果想要更了解一些韓國在地的戲劇啊 文化啊 藝人啊 或是一些韓劇 那就在Facebook上面搜尋 艾蜜莉冠吃貨的韓國日常關注哦 OK 然後我們Trip Plus一直飛旅遊Podcast 也是固定每周一都會更新 沒錯 大家可以在Apple Podcast啊 Google Podcast啊 然後Saurang Cakebox Spotify 在這些平台都可以找到我們的頻道 Oh yeah Yeah 今天就這樣囉 Bye Bye 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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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